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壁打人林瑞圖在我们现场 水导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网路上朋友大家好 因为我 我就买了 你买了 你买了 你要买了? 哎哟哎哟 又多了 所以说 说话 老公老公 所以这支你们就稍微喝奶 不过这支是很精彩的 我这支是很厉害的 精彩不是水导把你的胸部拔下来而已 这支 最好是 又有证人把上次 梁文杰跟郑文燦以前前信文局局长 有一年是台北市市议员 市医院 民進党 中山大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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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出的 预案 我今天说过这事儿就是 我们全台北市的村民 尤其中山大冬 你们在这里的经常朋友 還有網路上的朋友 你真的有我拜託,我喝水就流汗 我今天不吹氣,要拿到你們看 我的門牙就是,以前有民進黨在我帶中指揮 請讓人家靠上來會吹氣 以前我都是這樣出來 現在的民進黨,這些議員是在做什麼 我要說給你們聽 沒有,你先吃東西 我先吃東西倒起來,這是假的 我先吃東西,就這樣我可愛的 他還把他吹氣慢慢來,我說 我不是說沒有 不是,我是說,當年 當年我是去讓人家靠上 炮頭爐灑熱血 民進黨,如果在遊行 全國那時候,我們在市長領選 總統直選 那時候,農民的遊行 都做總指揮 去讓人家靠上去 那水大了 你說的,這大家都知道你的過程 不是 但是今天水大要說什麼,你知道嗎 很重要的一集 就是 有這個證人,因為他們開庭了 開庭的時候,人家證人呢 清清楚楚的講了 當年,梁文傑跟鄭文燦 怎麼到澳門去 怎麼樣去喝花酒 怎麼樣有賠償小姐 怎麼樣 上禮拜 上禮拜 你沒有問說陳寅柱有出場嗎 上禮拜陳寅柱有出場 陳寅柱說喔 梁文傑跟鄭文燦 他們過期 齁 一次他吃四十二萬的鋼爪 四十二萬的鋼爪 鋼爪就百幾萬的 回酒 一六八嘛 百幾萬 一百六十八萬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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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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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振柱是陳寅柱的工作人員 拍照的工作人員 來 你先看這出入境資料 我先給你檢查 沒聽眾朋友跟網路站朋友 要看這出入境資料 這不太簡單 先要證實 先證實說齁 這個出入境的時間齁 那這個是梁文傑齁 梁文傑 這是按出入境的資訊連結作業 這個我們因為有個人資料保護 我不會知道 是 我都要請求法官 法官都要調 因為 藥哥俊耀是司法資深大記者 他都法務 上面這是什麼 那是 哇我跟你說 一百英一年省治治 什麼叫做 第二十四號 那個這次表示呢 他們這一個 在我們看看就夠了 案件的那個編號 文件 文號 因為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把他提出來 對 說 欸 你們 鄭文燦跟楊文傑 尤其楊文傑說 子虛烏有的講說 馬英九收了陳映柱三億 而且跟他見面 這大家 你都會去 一週間下週 對 沒錯 下週 明天說 陳映柱拿給他三億 嗯 啊 再來 又跟馬英九 既民 都明天做這件事 是 啊結果 還有我總統說 啊 我這個人 我就 可憐 偏偏 不可以讓他知道的事 我都會知道 啊偏偏 那個拿不到的資料 我都拿得到 是 我今天 我今天 我就投訴 我們俊耀 俊耀哥哥 我們來 要要 我給你們看一個 真正的 齁 因為一個議員 啊 以前一個 一個新聞局局 嗯 可以喔 較有 一些企業 財團 精髒 而且 議員 議會 你開會 你心裡算 你剛才 最重要的時間是五月到六月 的期間齁 的期間齁 出國幾次 好 有一次都 邀哥 你給我議員 你口齒給我 你 按那個 2001年 就明國一百年 五月 因為最重要的時間齁 是 你心裡算齁 禮拜幾次你回來齁 我們拜一拜你都在心裡算齁 好 這我來跟大家呢 做一個這個 敘述啦 因為呢 我們要先把 這個時間 梁文傑 到底 他的身為是 台北市議員 他那個時間點 他有沒有出境 好我們先把他確定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就是在去年齁 去年的5月22號到24號 5月24號是禮拜天 禮拜天飛出去呢 然後呢 禮拜二回來 晚上回來 好我問你 5月24號跟5月24號 去年的時候 台北市議會在幹嘛 在審查預算 在質詢 好來 在監督市政 那時候都是在 那個最重要的時刻 最重要的時刻 OK 結果他禮拜二回來之後呢 禮拜五 禮拜五 又出境了 禮拜五 禮拜五一位要開會齁 他早上出境齁 好結果呢 他禮拜五就5月27號 禮拜五呢 又出境了 然後呢 6日1日 5月31號才回來 也就是說 喔 真行你知道 外衣署 很密集啦 啊他就都去禮拜 都去禮拜 都去禮拜 都去禮拜這個事情 我等一下喔 我們有另外一份 那個證人的筆錄齁 這是開庭的喔 這開庭的筆錄 這不是 這是司法文件齁 司法文件齁 司法文件 我對司法文件拿出來給 這個不是那個齁 這個絕對不是 我們林瑞圖自己寫的齁 來 因為 如果我們自己寫也沒關係啦 你在什麼 溫傑你可以去告 可以低速度數 我也拜託他說 他快去告 他給我告 這是 這是在議會開議時間的第二次 第三次呢 是 去年的6月6號 也就是禮拜一喔 禮拜一喔 禮拜一出國 然後呢 1234 去玩了四天之後呢 6月9號 9號 又回來 好來 7、8月都不用講了啦 對不對 因為呢 還有7月 7、8、9 8、9月 但是都很密集 那最密集的是這段時間 5月22號到6月9號 短短的這樣子才幾個禮拜 他總共出去回來這樣三次 三次 而且呢 都不是什麼六日啊 3天、5天、8天、6、7、8、9的4天 是 都涵蓋了這個開議的時間 點 都在裡面嘛 對不對 20天裡面 出去 出去十幾天 是 去做什麼 去做什麼來 去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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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好好說一下 我總要跟你報告的 來 這個是法官 順便法官叫做林依倫 在審理這個案件喔 那這個是中華 就是等於是 今年喔 5月8號下午 2點20分 所開的 開的庭 那這個 那這個 什麼書記官通義的名字 我都不用念 我只念法官林依倫 表示說這個 這個 確實 我們這個都有負責任在 在講話的喔 好 裡面的重點呢 再問到就是說 來 問到 他們呢 有沒有呢 去到這個澳門開設的獨場酒店 來 欸 這個 這邊 好 我從這邊開始念喔 他說 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個 梁文傑跟鄭文燦啊 就問這個證人 這個證人叫做江振督 江振督是誰呢 是 江振督是 陳銀柱 在任職在澳門開設的獨場酒店裡面的工作人員 好 他他擔任什麼 擔任接待 從民國98年到現在 99 100 101 去那做三年 陳銀柱的 在獨場的職員 三年了齁 那他擔任接待的工作 好 法官就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見過梁文傑跟鄭文燦 好來 這是他底下的回答齁 有見過 大約是去年的5月份 也就是 一月開會期間 就我剛剛念的 那個5月22號 出去 5月24號回來 5月27號出去 5月31號回來 好 我在澳門5號會所 5號會所是一個酒店 5號會所是一個酒店 酒店有你陪室的 抱歉說要有去過 有你陪室的 他說他在5號會所看過 梁文傑跟鄭文燦 當時呢 陳銀柱不在場 我呢 就跟他們倆一起進去 齁 那 我和秦祥玉是朋友 齁 那原告兩個人是秦祥玉帶他們一起去的 秦祥玉是誰 秦祥玉是誰 秦祥玉被收押有沒有 好 秦祥玉 他帶了梁文傑跟鄭文燦 一起到澳門去 然後呢 由陳銀柱的助理 叫做江正都來做接待 對不對 好 那那一次呢 所有的費用 都是由陳銀柱先生招待的 齁 也就是說由陳銀柱來買單的 齁 那買了什麼單呢 買了酒錢的部分呢 港幣五萬元 港幣五萬元 港幣喔 港幣喔五萬元 那是一個還算好 二十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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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為其他還有給 陪氏小姐的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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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就不管了 陪氏小姐 你梁文傑跟鄭文燦去澳門的時候 都有陪氏小姐嘛 是不是這樣 這個都有證人江振都所講的 齁 那小費給多少 他不知道 這本來就應該知道了 好了 五花會所呢 是純粹是娛樂場所 沒有Casino 齁 沒有Casino 那 在隔天喔 隔天 原班人馬 再去一次 齁 那這些呢 很清楚 剛好搭配 這個時間呢 都非常的清楚 這個就是呢 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楊文傑 以及前新聞局局長 鄭文燦先生 行政院前新聞局局長 你們出去 去澳門喝花酒 的這個 這個 清清楚楚 而且是 陳銀柱幫你買單的 來 我現在 你要講 我要 今天如果 我們兩個人 或是各位聽眾朋友 跟各位網路上朋友 你們去 喝人家 喝了那麼多 陳銀柱上禮拜初見 他說 他每 現在他每一次 都是有時候出去啊 都是喝 顏小姐 費用都超過 42萬港幣 嗯 42萬港幣 是168萬台幣 是 我們說 我們不是禽獸啦 你今天 在一週刊裡面 罵陳銀柱怎麼罵我 你們玩人家是怎麼玩我 陳銀柱做公益 一定有夠多人 你一個人 他沒有做十至八百的公益 公益 都慈善公益 是 他都把錢賺錢賺錢 他不是在台灣做的 但是 有厲害的人 就是 人家在國外賺錢拿回來 台灣去叫做 嗯 你今天 梁文傑 你是台北市議員 中山大總 的各位選民 台北市的選民 我今天 我今天向你們真的 你們有向你們做報告 你們選出來的議員 不在議會開會 嗯 在短短的二十天裡面 六月二十二號 到六月九號剛好二十天 嗯 他在國外十三天 在澳門 在澳門 嗯 在 喝花酒 嗯 有你陪司 也不來 也不在議會 嗯 我說說報告我們各位 台北市的主人 嗯 你們選這樣的台北市議員 可以嗎 嗯嗯嗯嗯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這個事情咧 呃 現在目前他們兩個是 他們告你 他們告我跟邱毅 意思就是說 很惡劣的告 好 啊他們告你的這個 什麼告我啊 你是法律專才 不敢 這個 他是從地檢署 提出告訴 嗯 再去地方法院 提出自訴 是 再去民事庭 民事庭喔 又提出告訴 從外賠償告訴 嗯 他懂不懂法律啊 是 我問你什麼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怎麼可以到檢察官那邊 告訴 又可以去自訴 這個連法律的 法律的姿勢都不足 但是我跟你說 現在他在測驕檢察官部分 都直接自訴 是 但是這個博文喔 這個博文對聽眾朋友來講 那程序部分喔 他們 聽眾朋友會覺得 不過我們也是要說 行事訴訟也會規定 你不可以 要告訴 還要自訴 對 啊這支 他是對刑事訴訟法 有 啊因為 他請那麼多 就輸下來就輸了 大家都知道 啊 這個 這個我們就不曉得了 這個我們就不曉得了 但是呢 變成呢 現在這個真理喔 就越變越明了 其實喔 難怪林瑞圖都歡迎來告 難怪林瑞圖 希望了什麼事情到法院講 為什麼 你看今天所呈現出來的這些證據資料 這些證人到庭陳述 都是陳唐的證供 如果今天沒有告 沒有 我要請法官喔 沒有告證人沒有人來講 我有查證喔 我拜託法官 你幫我 幫我調 101年 就是民國100年的 5月份的 到6月底的 楊文傑 他的出境資料 是 啊出境資料就會說話啦 對 他去第一班飛機 你到哪一個國家 他說 他說我們都知道啊 確實是到澳門 所以沒關係 這個呢 澳門不是壞地方啊 你只要去玩去什麼 你不要去喝花酒 不要去接受人家招待 你議員 台北市議員 你是身兼的選民選出來的 你應該忠於選民 忠於這個國家 忠於台灣 你應該是要留在 嗯 台北市議員 好好的監督預算 好好的質詢 我做議員 我做 我做 和立法委員 我做了30 是 我也不敢 對 好 但是呢 我在進行廣告 廣告之後呢 我們再好好的把這些東西 聊聊 我跟你講 這個齁 這種事情呢 如果當 在 法院上面呢 就可以把它 這東西開始呈現出真相的時候呢 聽眾朋友 你 要不要開始去 重新認識這些人 對 因為這些 我們要選民意代表 新事實 新證據 陪市小姐 等一下證人也都講了 先進行廣告 往後做討論 好 一般電台 邏君號 受藥藥 街壁達人林瑞圖 在我們現場 你好 另外你看齁 我們台灣這麼軟 為什麼要軟 出現這種 不肖的民意代表 全你搜刮 你努力 全你卡油 這些企業 你會記得以前 我接發的 羅文家 羅文家 就是阿扁 愛將羅文家 去給國養 豪西方 卡油兩千萬 兩千萬 去公司卡油兩千萬 分三兆幾票 分三兆幾票 分三兆 我說 你講的 我都聽咧 我記得那條 你把我講李遠哲 那我講一百百百百百 那我講 我不敢再講 你講 你會講 因為現在還沒處理 六個月 所以我現在還沒說 李遠哲 所以說你看 他們那人就是 卡油別人 卡油算是 不是 垂公的任意 就是你做的 雙天台 對就是這樣 來 我為什麼要順著你這句話講呢 因為當時齁 那時候一週刊報道出 說什麼 陳英柱跟那個 馬英九見面 然後資助馬英九三億 對 還記得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些事情 如果你都忘記了 那我告訴你 為什麼那時候 林瑞圖 跳出來在我們節目就講說 那只虛烏有 那個是在胡扯的 對不對 而且林瑞圖那時候去年 還把這事情前前後後 講過 講了一遍 OK 那那時候呢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像梁文傑這些人 出來講說 喔 比如剛剛 喔 那時候講說什麼 陳英柱就是賭盤大亨 就是怎樣 賭博大亨 賭盤大亨 對 那你馬英九呢 你說你什麼多清廉 多怎麼樣 不髒鍋 結果你跟這些人呢 混在一起 其實就是他資助 有沒有 如果各位 還記得那個記者會的話 那時候梁文傑是不是這樣講 對 好啦今天 後來我們緩急 講一下 後來我們緩急 我就開始 我就緩急 我不是國民黨的啊 我緩急啊 我說 那梁文傑、莊瑞雄 你們兩位我想請問你一下 好不好 你們去澳門 沒有 我沒去澳門 我再問他一句 你明天之前 你告訴我有沒有去澳門 結果呢 還是說沒有 隔天講 我有去澳門 但是 他去考察 考察什麼 考察酒店文化是不是 他去考察啦 那個我去考察就好了 那幹嘛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議會 有你 有這種考察 請什麼 有這種考察 議會開會期間 到澳門酒店 而且去質詢 在監督預算 在省預算期間 聽眾朋友 我們先跟他跟解釋一下 不要說以為說 我們又在講歷史 這個是剛剛開庭 現在在跟人還沒判決喔 現在是剛剛開庭 因為什麼 上禮拜曾經住也親自做警出警喔 有些聽眾朋友是這樣 好的傷疤悶得痛 或者選過去的就在那邊講 哎呀你們不要再講什麼 講歷史 我跟你講 所有的個性是這樣 我什麼事情 我喜歡把它講清楚 所以講清楚就是說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但是不能說講的 過去的就算了 哎 你如果一個 我們大家都容忍這樣 這些政策人物 嘴的才會不會講 講講的咧 反正你們家死人 都沒差 但是你留下課 誒 當選舉過了之後 人家說 不要再說那個了 那個選舉語言 我跟你講 不可以這種文化 繼續下去 對 所以我呢 我最不能忍受就是這個 你把人家呢 白白白要拼到黑 我套一句阿扁的話 白白白要拼到黑 阿你黑之後說 不好意思喔 欸 阿扎 扎說三民開始 酒還沒喝光 三民開始 酒飲沒時候 三民開始 酒 扎說三民開始 這樣不行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說 我要讓聽眾朋友知道說 我們的 我們為什麼把這事情 因為剛剛才開完庭 開完庭之後呢 這些資料呢 都是新鮮的 都要熱的 都是熱騰騰的 還沒判決 7月18號 我們也不是在 我也不是在挑起什麼仇恨 挑起什麼 怎麼大家反正政治又在來了 不是 是是非公道 講清楚 你今天 清清楚楚的筆錄 清清楚楚的入出境時間 看得出來你梁文傑出境的時間 跟回來的入出境的時間點 都很清楚了 然後呢 人家也招待你們 是誰 是陳銀柱去付的錢 結果你們開記者會跟他們說到 這麼不難聽 你說人家是酒店嘛 說人家是賭場大亨嘛 什麼馬英九怎麼樣 你為了要打馬英九 把陳銀柱罵成這樣子嘛 現在我要問你 梁文傑 鄭文燦 你們去那邊是接受賭場酒店 賭場大亨的招待嘛 是不是這樣 還幫你買單嘛 合花酒喔 合花酒嘛 合花酒喔 你摸摸 欸 難道政治人物都沒有良心嗎 那個林樂圖 他喝168萬新台幣 是不是 去那邊喝多少 五百多萬 啊這種是非公道 要把他講清楚 這我覺得就是這樣 所以林樂圖今天拿這個主要來 我一看的時候就覺得說 這些人喔 我真的可恥 不是 我是 我齁 我叫陳水扁都喝十幾年 嗯 我以前說他澳門票機案 說他 他俄盟他也曾經有去 我說他貪污 是 我現在 楊文傑跟鄭文燦 我本來他們這種 算是一個小咖子 嗯 啊你不能說誤導選民 因為總統選舉 是一個很大的公共政策的最大疫情 嗯 你我們的國家元首領袖 你不管是 我不是說我講啥喔 但這邊做總統 我就我電腦沒什麼批評他了 嗯 我是他沒有做總統之前 我就說他 他的貪污 沒有人要相信啊 嗯 現在 鄭文燦跟梁文傑 他們去飲小酒 不是一個小姐 背後 你知道歐盟飲小酒 嗯 他九號會鎖 他就去凱旋門 嗯 那間叫做凱旋門 九號會鎖 嗯 這麼清楚就好 我都很清楚 我都很清楚 因為九號會鎖 喝酒 旁邊坐兩個小姐 一次就帶兩個小姐去玩三批 唉唷 這沒人說 你說什麼人 兩分節 兩分節 玩三批 他們沒有是 一個摸一個電視台記者 喔 你把大桌 做很大的 館 那個電視台記者 是 對 他不是喔 阿你 阿我不是要破壞人家的家庭喔 你一個議員喔 阿議員是 負責議會鎖都市政府 五月六月我們都是市政府最重要的事團 你心裡想我還要強調 就是像現在的時間嘛 阿你們大家要選這種議員說 阿跟你騙騙騙的 我當選 像阿旁邊說 阿不然我抓了 不然你們是要怎樣 我抓你們 結果他現在在神嘛 你們現在也是在開語時間嘛 現在在神啊 現在看林瑞圖為了來上我們這個節目 真的 沒辦法 有時候說下午兩點了 沒辦法做live的 他一定要事先預錄他也沒辦法 阿那 我們就選了六 禮拜六禮拜天這種假日 這個你負責任的做法嘛 對不對 但是他可以在開業期間 放下手邊上的議員的工作 民意代表應該去 去省預算 去為政府 去為老百姓把關 的這個工作 人家投一票一票投給你之後 那麼多人信任你 希望你能夠在市議會裡面 幫我們監督預算 結果你跑去澳門喝花酒 人家政人都講得清清楚楚 對不對 阿你怎麼解釋呢 政治五萬 楊文傑我覺得你這怎麼解釋嘛 你要 我們真的不是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政治 什麼口水 不是 有證據我才講政治 有證據 白紙黑字 這種政治才好講 這種才是叫做政治的內幕 黑幕 你如果沒有大少數這些政 不孝民意代表 對 不孝的這些政府官員 你今天國家會清明嗎 你看 算一萬二萬歲 可以這樣 去 去 酒酒的 他們幾天酒酒的 去 最重要的 議會開的旗艦 就可以去喝花酒 你喝的小姐 你知道 九號會所的小姐 跟 他們 歐盟跟我們不一樣 坐在旁邊 借小姐 是不會再專打的 嗯嗯 嗯 而且晚上 你要帶出去睡 嗯 呵呵呵 啊 鄭文傑說 他有帶不去 大家也不要這樣笑 你不是帶你去 你沒大的那間房間 說把小姐帶進去啊 你是帶到別的 人家另外要進你安排飯店那邊 你去玩啊 去做那件事 做愛做的事啊 嗯 這樣可以嗎 啊 這個 所以喔 沒有啦 要我問你一下嘛 可不可以 這還有回答嗎 這還有回答嗎 啊當然不可以嘛 我是問你 我是問你因為 你挖個腿給我跳 不是 哈哈哈哈 難道我會說可以嗎 啊 我 我也要向大家市民報告一下 啊 我以為 我做幾個次去玩一下 我也做幾個月去 我以為你開的旗艦 我們都不敢出去 也不敢出去 是啊 就要趕緊認真 感到以前 要結束 還要身材 還要身材 還要 還要選民 沒有選民的事情 我們都要列為第一 他們是 他們說 現在他跟法官說 因為我是去考察 市政業務 唉 這個實在說不通啦 市政業務考察 他可以在 他可以在議會 他可以在議會 OK 說他去考察 市政業務 我還要 法官問他 問他 問他 那時候 林瑞圖 有問你 你有去阿門 你為什麼第一次說 你沒有去 他怎麼講 他說給你一天時間 隔間 你馬上承認 他怎麼講 他怎麼講 他怎麼解釋 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我們聽聽 法官問這些 然後他怎麼解釋 進廣告 真的要把他揪出來 揪出來 揪出來以後 我希望我們各位 台北市的選民 你們要選說 去看看這個議員 他真的 有沒有在認真的 執行 議員的任務 好 那你們這個庭現在 那一天開的時候 法官這樣問他說 為什麼林瑞圖 第一天問你的時候 你說沒有 給你考慮一天 你就說有 他怎麼回答 他說 我第一天是忘記了 第二天是因為 我翔仔為了去阿門 挖掌你去澳門 五月份到六月份 我還叫法官 叫檢察官 那時候他還告我 那時候還告訴 我說請你們去調五月份 由五月二十號到六月底的 入出性紀錄 林瑞圖的 出入性紀錄 結果 結果他嚇一大跳 我跟法官報告 我說我 我怎麼不會講別天 我會講五月二十號以後 我就是有去查 尊尊尊 你去查 我已經查 後來梁文傑他才講說 因為我是台北市議員 雖然在議會開會期間 在監督預算 在省預算 明子明高的事情 因為我市政的業務考察 所以我去澳門考察 我說那你去考察什麼 去考察什麼 澳門可以考察什麼 你從中午開始喝花酒 晚上要喝 然後隔一天 人家還講 圓班人馬再去一次 欸 這好像北市 愛的鼓勵喔 愛的鼓勵 再來一次 五月二十號 你開會成長的去 到六月去到 去三百澳門 而且圓班人馬 你們看你們有法度說 你坐這二十天的時間 你去澳門去十八 你不是這顆交道什麼 我進行的出力證資料 還沒再念書 大家聽 都在澳門的 後面 後面七月分也是澳門的 八月分也是澳門的 今天時間關係齁 我們這個慢慢講 我們就慢慢講 我們現在講說 那個爭議點就是 因為現在咧 我跟田園主是把它整理出 因為現在 也是在開以期間 五六月 這是我們很大的時間 那你一手領 我們八個的薪水 出席費 跟薪水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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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領到四十八萬 你可以領到四十八萬 就三十八萬到四十八萬 一個月領這麼多錢 一個月領四十八萬 那你 要開以的時候 你最重要的就是開以 開以 這時候 還有民主民告的預算審查 這是你做議員最重要的嗎 最重要 結果你 官宣室也有這樣說 對不對 就是 在 我們宣室有一個問題 把守 預算 把關預算 還有 嚴格監督台北市政府 施政 嗯 他 他 他宣誓 看他宣誓的啦 所以說 沒有關係啦 這事情呢 又白紙一字呈現 證據的呈現 而且是在法官 這種是一個司法文件 開庭人家證人也都講出來 欸 OK 這種呢 這個都不是去謾罵喔 那不是 我們也發官去出境管理局 入出禁支架 移民署入侵支架 所以 所以呢 這個案子呢 還在持續進行中 現在是什麼時候開庭 7月18號 要做審理庭了 今天 現在是6月初了 現在議會也在開議 對 來之後呢 7月18號還要再開這個庭 對 就是公開辯論庭 公開辯論庭 歡迎大家 到法庭來訪聽 那你如果有現場 你去聽聽看嘛 就知道說 到底這個事情呢 當年 梁文傑這種站 去喝了人家陳英柱 招待了這些花酒之後 回來怎麼罵陳英柱 說你怎麼 為了要攻擊馬英九 是這樣子在 在出賣朋友的嗎 哎呀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人我真的 前面手牽手 後面下獨走 感謝你們讀到我們現場 好 今天要感謝你們讀到我們現場 謝謝